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學瞭望 我是郭崇倫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最近兩岸關係的演變 在我們現場的是澳門理工大學 理工學院的名義教授邵宗海邵教授 邵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邵教授我知道您常常來往兩岸之間 我比較想要請教您 我想也是大陸現在 大家現在非常關心的就是 大陸現在是怎麼樣看台灣的情況 尤其是今年要進行總統大選 大陸是會期待這個選舉的結果呢 還是像現在他所做的 不管是習近平的講話 或者是像最近中共軍機過中線的問題 他就是以我為主 他完全不會想到這個事情 可能會對於選舉 或者是台灣現在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好的我想第一個來跟您說明就是說 台灣的問題在中國的來講 它絕對是一個核心的問題 但是他也會說看他現在所面臨的一個情勢裡面 他把台灣的位置放在比較重要 或者放在所可以緩一下的這種狀況 但絕對不會說把台灣的位置把它放在不是很重要 因為對他來講 這是涉及到民族的問題 也涉及到他本身政權是不是有正當性的問題 如果你把台灣的問題當作不是一個重要的話 但是面對台灣的選舉的時候 我想中國大陸非常清楚 他們的一個做法上面 會不會在過去幾次的選舉裡面 曾經因為言語比較激烈 或者動作比較激進 可能相對的給台灣反而來個反服選 或者是給予他不喜歡的政黨 反而是一個助選 我記得2000年這個台灣選舉的時候 朱文貴總理講了一段話 那麼曾經讓陳隨便就獲得了一個很大的利益 所以如果說選舉時刻 他是不是一定把它放在一個中心 覺得說我不怪你 你台灣怎麼做我隨便你 對不起 等一下你隔掉車 沒關係 我想到了選舉的時候 那麼他到底是以他為中心 還是說他顧慮到台灣選舉 我想我在過去 觀察到中國大陸在選舉時刻 他所做的做法上面 我認為他是對於台灣的選舉之前 他的動作 他的言語 儘可能放得比較平緩 我想這是有的 但是並不能說他這樣的一個做法上面 他的推動上面 就是完全造他的方向 就那個進行 我覺得說 其實不管是今天 在台灣也好 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好 當選舉的時候 當選舉的時候 他勢必然涉及到很多的 國中不同的問題 他也遇到自己內部 到底他的社會 跟民眾怎麼來看 我們光是想到說 蔡英文現在目前對於中國大陸的言辭 是比較嚴厲的 可是我們也很少去看 在他背後 很可能他支持的群眾 或者他的選民 是希望他比較嚴厲的 如果把這個例子 我們辦到中國大陸來講 我想就可以回答你 剛剛那個問題 中國大陸背後也有一些民眾的反彈 民眾的不滿 那麼我記得 我大概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到中國大陸的時候 曾經問過一個問題 後來我突然發現 真的是我們觀察 還是不夠到位 我說中國大陸沒有民調 他怎麼來了解社會 其中有一位先生 曾經在中國大陸 做過民調的一個學術機構 他就告訴我 我們的民調 這是沒有公佈而已 怎麼會沒有民調 所以所有的當局 他對於世界上 當然也包括台灣 在處理事情的時候 他一定有個話放出去 看看他們內部裡面的民眾反應怎麼樣 當這個民眾的反應 並不是十分滿意現在當局的走法的時候 他勢必然被迫怎麼樣 他一定要做點調整 所以當這個時候 我們發現 在選舉時刻 這個戰機突然間超過中線 可能對中國的大陸來講 他可以對內部這些比較激進 甚至於對台灣比較反感的這些民眾 是一個交代 可是對台灣來講 他只不過說 超越中線他沒有挑釁 也沒有做其他的行動 他認為這樣是一個 可能是比較兩面上面 都能夠堅固的事情 可是從台灣的角度看的時候 就認為 今天你是可以來挑釁我 特別是在這個階段 其實超越中線的事情 戰機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只不過說 一段時間就進行 我跟你講 就是您剛剛說的是 大陸 照您想說 大陸是有一些民意 這個民意 對於決策的人 是造成壓力的 這就讓很多人在想 前的時候就是 我們看到最容易引起 一般網民 台灣的網民的 情緒反應的就是 比如說像一些電影明星 或者是一些影歌星 前的時候歐陽娜娜 說被逼得要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效忠 對祖國效忠 或是之前 大家知道選舉的時候 周子瑜那個事情 是更是 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其實也不是 這些做決策的人 包括國台辦 他們願意去做 而是自然的網民的反應 就會讓這個事情 逼得就是旗鼓南下 我想除了你剛剛所提的 這個例子之外 我在往前延伸 我記得有一次好像是 東京影展 對 我們有個影視的代表團出場 中國大陸有一個好像 類似像我們那個 中央製片廠 這樣的位階的人 他說 你不是國家 你沒有這個資格 來這個 好像走紅地毯這樣 那麼對他來講 他是覺得他是個政治正確 可對台灣來講 你傷害了兩岸人民的感情 也傷害了 當時兩岸的和諧關係 可是我必須要講 這位先生講了這段話以後 興起了一個 兩岸非常不愉快的一個氣氛 他後面也沒被處理 他回去也沒被處理 沒有 但是我必須要說 其實在中國大陸 至少有兩個單位 看起來是共同的部門 和項目之間有很多的矛盾 譬如說像國台辦來講 他就覺得說 怎麼樣能夠 讓過去設台的一些政策措施 做了好好的 不要一下子被推翻 可對中國大陸的外交部來講 他就覺得說 今天台灣又去得到一個邦交國 或者在一些國際組織裡面 又開始進入 他勢必然要讓你 不能夠順利得逞 在這個中間裡面 可能跟國台辦 他希望能夠讓兩岸能夠 維持一個比較平靜的 就有衝突 如果是這樣子的情況下來 我們可以發現 有些講話 我們覺得說很不得體 傷害了兩岸的感情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 你回去以後 大家覺得說 我不能處分你 我會處分你 中國大陸說 難道我們講的不對嗎 對 今天我們本來就是中國吧 他講台灣 我為什麼能夠接受呢 這是一個問題 這就是這個矛盾 因為對於大陸很多幹部來講 他們寧左勿右 這是最典型的心態 我這樣做有什麼不對嗎 你也不能處分他 但是實際上 是會造成一些傷害的 對 我想進一步就是 我原來的問題來談 就是 未來一直到1月選舉以前 當然會有很多事情會發生 對 包括您剛剛提的 如果現在 台灣又掉了一個邦交國 那掉了一個邦交國 這當然對於台灣的民音士氣 是有蠻大的打擊 但是也可以變成一個 反操作的一個籌碼 就是說這個是大陸對於台灣的打壓等等的 那這樣子到最後這個對於選情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對於藍綠又各自有什麼樣子的衝擊 這個沒有人可以估計得了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說法上面是蠻有冒險 就是說我來回答你的問題 畢竟有一個記錄說 我認為中國大陸不會這樣做 那萬一真做了 不就是我自己的學術的這種觀察的權威心就死掉了 我必須要來講 當選舉是一個奔經的時候 我想中國大陸會謹慎 我想這個時候 你要採取像你剛剛所講的例子 給台灣狠狠的一屆 我把你的邦交國又挖過來 我想至少中共中央高層的想法 它採取的一些措施 應該在選前是不太可能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講 當兩邊的選情是崩緊了 那麼在這個中間裡面 中國大陸突然間遇到一個 他覺得可以給台灣一定打擊的話 他一定會衡量很久這個利弊得失 因為過了一月以後 這個結交或者說一月十號投票之前 可能會差很大的時候 我想它是會衡量的 但我必須要說 如果今天在台灣的選舉的選情 不是怎麼樣崩緊 這個時候我們會發現 因為中國大陸已經了解到 蔡英文現在目前的聲量開始上升 對 就是因為習近平1月2號的講話裡面 對 吸氣了台灣一些不滿中國大陸這種談話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中國大陸對於這個看法上面 到底願意繼續講重話 然後給蔡英文得利 或者說他覺得說還是沉默一下 使得民進黨要借這樣的一個力來提升自己 暫時停止 他要評估內部的民眾的想法 因為台灣這個中國大陸內部的民眾 他的想法不見得跟中央政策是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我認為 以現在目前兩岸這種的兩黨這種的選舉上面來看 我看蔡英文如果出現 基本上受到美國的壓力 他應該不會提到整個台灣未來走向的一個變化 賴金德比較難講 那麼如果是這樣子來講 我真能說比較樂觀的來看 中國大陸非常清楚 在過去幾年幾次重化 導致了他不喜歡的這一方的得利 他應該有戲劇教訓 也就是說在1月10號之前明年 至少他在官方上的措斥 甚至於動作他都稍微會稍微戒指一下 當然我們在前面談的這事情是有一個假設的 就是說大陸是不喜歡現在民進黨 蔡英文政府 是比較傾向於國民黨 但是這邊又有新的變數了 就是柯文哲 您也是在台北市政府擔任兩岸小組的成員 那你覺得大陸是怎麼看柯文哲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說 現在韓國瑜起來了 那韓國瑜他某些特性跟柯文哲有很類似的地方 比較是像政治素人 比較有民粹的色彩在那裡 那大陸對於韓是不是有更高的期待 你怎麼看這個 我想對韓的期待 我沒辦法能夠想到北京的中南海的這個內心裡面是怎麼想 可是我就最近到中國大陸大概上個月跟這個月 我已經走到三個地方大概去看了一下 我去參加研導會 也到了地方上 也有很多的這種聚會場合裡面 我發現今天在台灣這種所謂的韓流 韓粉 甚至對韓的一種狂熱 好像在中國大陸也滿普遍的 如果是這樣子來講 當然不言而喻 我相信中共的高層如果在現有設想可能會出來的候選裡面 當然對韓是比較會喜歡一點 但是韓跟柯來講 我必須要講 當時柯中國大陸會對他還滿重視 因為在當時的整個的台面上 位於中國大陸跟台灣還有一個官方的層次來往 就是雙政論壇 所以柯文哲講些 不管叫兩岸一家親 或者是兩岸共同命運體 對中國大陸來講 That's enough 我覺得很好了 可是如果說柯文哲以後要更上一步 他變成了說 當台灣的總統時候 那他可能被要求已經不再是兩岸一家親 或者是這個命運體 共同命運體問題 也因而可能像韓國瑜 朱立倫 包括了王近平 這些說字上面 可能是超越了柯文哲很多 可是我還是要補充你 儘管我曉得 中國大陸應該是不太喜歡 蔡英文政府 可是如果將來 國民黨政府上來 他講的還是九二共識之外 還必須有多加四個字 叫一中國標 對 我想如果說 從過去馬先生在的時候 就保持著這種的立場 如果到了民進黨 折政四年以後 國民黨還是沒有改變 但是他可能也了解 國民黨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但我必須要講 中大陸認為就是說 我們已經經過了一段階段 如果這個時候 你九二共識 還要後面加一個 一中國標的話 可能我們就不如解釋 也因而 我是覺得說 現在國民黨跟民進黨 你說一定要挑 這個人在北京的心目中是怎麼樣 那我真的說一句話 國民黨會比較好一點 但也好不到哪裡去 我這個想繼續問您 就是說 對於國民黨來講 你說現在如果國民黨 還是講一中各表的話 對大陸來講就是說 你又會把我們再拖了四年 拖了不只四年 可能是八年 這個統一完全沒有進展 那還不如民進黨繼續執政 我還可以有一個很快的 可以解決的 一個藉口 一個藉口 那是不是這樣子 有沒有藉口 這個東西我很難講 因為這滿上台灣人民的感情 但是他絕對不希望 九二共識後面再有四個字 但是你九二共識 你認為你的九二共識怎麼講 你在你自己內部 我也沒辦法感受你 但是兩岸結束的時候 那我就希望說九二共識 你至少不要再講一中國表 我們看了一個最明顯的 就是2015年的11月 馬先生跟習先生兩個見面的時候 你曉得馬先生沒有在公開的場合裡面說明 這個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國表 但是在內部開會的時候 大家閉門會議的時候 馬先生講得很清楚 後來他還公佈了這樣一段 這表示怎麼樣 我尊重了你地主 尊重了 但是我把我內心裡面 覺得對台灣同胞有個交代的 我要再表達 那麼以後的韓國瑜也好 或者柯文哲 甚至包括其他國民黨人 將來會不會有所改變 我想馬上在你當選之後 還沒就任之前 是一個還沒具有特定的身份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關鍵 如果你能夠到北京去看看 這個他們最高的領導人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中國大陸說能不能方便一下 談個九二共識 那另外四個字 先不要講 有這個可能 我是認為 會讓台灣 將來對九二共識一中國表 就把它切開 這前面那段才做處理 你覺得未來的 國民黨的候選人 如果他是的話 不能夠還是像過去那樣子 談的是九二共識一中國表 而是要更進一步的 也許要談到和平協議嗎 或者是談到什麼樣更進一步的 像王再熙說的 要趨向統一的 這樣子的一個表述 我想中國大陸 它也不是非常盲躺的一個政權 因為它畢竟歷經了整個的在國際社會的爬升 現在跟美國正在進行貿易戰 它也非常清楚 整個的一個協議要去產生 要經過很多的一個過程上面的一種 這個交換意見 我覺得現在目前 唯一一點讓我們感覺到 它會比較希望步驟能夠快一點 第一個就是2021年 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 這是他們所謂的第一個百年 那麼對習近平來講 現在目前應該會走上第三任的這個層次 第三任如果說它在第二任尾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達到一個比較有點讓中國大陸感覺到有點break 一種喘息的話 那第三它走起來就很辛苦 所以它必須要在第二任尾的時候 它必須要有一個展現出來 所以我想對台灣新的選出來的國民黨的候選假設 國民黨可以贏的話 我勢必在這個中間裡面 比如說第一個把九二共識跟一個中國原則是畫上等候 然後現在我們也看到習近平的說法上面 對九二共識裡面可能又加了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說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原則 它是邁向於國家統一的一個主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也就是說它把未來的這些做法上面 都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如果是這樣子來講 那我就必須要說 那中國大陸必然在明年選舉以後 如果是國民黨贏得勝利 它就會展開一個比較更具體的一個方向來走 至於和平協議的話 我想借用今天你們聯合報的這個頻道來講 我們老是覺得就是和平協議這件事情 中國大陸認為如果講和平協議的時候 要把1949年以來兩岸一直處於內戰的狀態 他們認為這樣是不是要告一個段落 可台灣說我在1991年我宣布東元看了時機 就截止了就沒有了 可中國大陸說內戰的雙方 不是你單方面講什麼 我以而來講 所以他們有個叫做 兩岸終止敵對狀態的商談 放在和平協議的前面 我記得好像是在前任胡錦濤時代就敵道了 如果要談和平協議 這是正式的和平協議的名稱 到了他們的十七大政治報告 也正式在胡錦濤紀念告台灣同胞書 三四周年 講到了胡六點的時候 講得很重要 如果是這樣子來講 我就說可能將來台灣再思考到和平協議這件事情 對台灣來講是一個安全的一個保證的話 可能你必須要去考慮到兩岸終止敵對狀態 這個怎麼樣來終止 很多人說有那麼嚴重嗎 有的 因為你在簽署和平協議的時候 中國大陸要看你台灣是什麼 我是什麼 可是不能說商談之前來談這個東西 他就借助了這個兩岸終止敵對狀態的協議來講 你現在目前跟我來簽署的時候 你是這個當時的譬如說中華民國的這一方 我是中華人民國國還沒建立那面一方 不管怎麼樣都是交戰的兩方 這種定位還不是問題 馬上就要開始 等到這個中展結束了 那你是什麼 我是什麼 我覺得這就才是真正關鍵 因為有了那個和平的協議就比較正式 到現在為止我們簽署所有的協議都要借助兩岸兩會 而不是兩岸 可是和平協議一定要是兩岸 對 我認為這是個關鍵 和平協議真正的一個重點 就在雙方的地位 我們叫對等 他們叫平等 這次習近平又提出來 他說本來就是一家人 所以我們要平等協商怎麼來做 這個平等協商對中國大人來講是不容易的 因為他跟香港跟澳門在交接過來的時候 別忘了香港跟澳門都不是跟北京是站在同等的位置來談 所以將來這個對台灣來講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對內能夠有交代 可是對外怎麼樣 對中國大陸我也能夠跟他至少是平等的位置 我們等一下下一段我們繼續跟邵教授來談 因為剛剛提到了其實習近平要開始他的第三任 還有中國共產黨的建黨100年 都會在2021年 所以現在習近平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提出了他的習五點 這五點到目前為止台灣仍然是在爭議不休 有很多討論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就這個問題來請教邵教授 六、四、三、四、四、三、四、三、四、七、四、五、零、三、五、十、七、三、六、八、七、五、七、七、 dec sécurité